嗨,哈囉,大家好,我是Benz杰哥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我這台野狼 是怎麼樣呢,這台野狼現在怎麼說 這個,這個是什麼 這個地方就是這個 這個油杯 那我已經有換成那個 手動的油杯 但是最近,這個不會出油 很奇怪 所以我在想說,因為我還沒有買那個 料件,我想說 把它拆卸下來 把它清潔看看,看可不可以 如果可以,我們就省下 買油杯的錢 OK,那我們就開始追耶 OK,那我們來看我們的這個油杯 這個自動油杯 它這個往下的話,就是正常供油 騎乘的時候 那等到你騎乘快沒有油的時候 這個有好處,你就轉成這樣 這個是幹嘛 就會吃UV油 預備油 也就是說 它會有第二根 這個出油管 那你如果是全自動油杯的話 它就只有一根出油管 那等到 這個 完全沒有油的時候 其實還可以用這一招 往上轉 這個時候是怎麼樣 直接油就下來了 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 現在 我轉這個 模式 竟然是這樣 沒出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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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在想說 可能是這一個 可能是我這一個 有問題 有問題 那我們現在 先把油給漏掉 之後我們再來拆卸來看狀況 來,各位 我已經 把這個 油管接上了 然後這邊 一個寶特瓶 好 我們來轉開 好 各位 有出油 有出油 所以 這個油杯 應該是 沒問題 所以我應該要 抓其他的地方 有可能是 負壓管的問題 OK 好 那我們這個油杯 暫時先不拆 好,各位 那我先來檢查 我的負壓 好 啊 啊 我是 阿 爑 那 我先吹吹看 看有沒有 擋住 管子是通的 這個呢 跟這個呢 我來檢查一下 這個洞 是通的 這個呢 好像有卡住 好像有卡住 所以呢 可能還是要先拆下來看一下這個裡面 到底是什麼狀況 OK 好我把管子接好了 我們來漏油 油 油在漏了 我們把它漏完 我們油漏完了 你看齁 這一瓶 滿滿的 那這一瓶 大概漏像這樣子 OK 接下來 我們就是要把 油杯 把它拆卸下來 看一下 到底是什麼狀況 到底是什麼狀況 OK OK 我們看來 油杯下來了 油杯下來了 這個就是剛才講的那個 長的 這個是短的 長的 短的 那你如果是自動油杯的話 它只有一根 那你油味 吃到預備油 就是靠這一支 預備油管 OK 好我們來檢查一下 到底這個 這個管路到底是有什麼問題 OK OK 好我們先把它拆下來 稍微看一下 這個濾網 還是有點髒 它是 怎麼講 算狀況不會說很糟糕 我順便把它清潔一下 等一下再把它分解一下 做一個清潔 好 OK 應該 螺絲都拆掉了 五顆 我們把它拿起來 裡面就是這樣 這邊還有一個 墊片 小心 墊片 裡面 裡面呢 其實它也有墊片 也有墊片 這邊也有墊圈 這邊有墊圈 好等一下我們來清潔一下 這個呢 這個呢 看樣子裡面狀況 好像有東西卡住 有東西卡住 好像是一個 墊圈 卡住 我看 這個也應該可以拆掉啦 一樣把它拆掉 我們再來研究 這個 怎麼說 我是第一次拆 這個 我是第一次拆 之前我沒有拆過這個 再把這兩個螺絲拆掉 再把兩個螺絲拆掉 剛剛看是好像是有一個墊圈喔 卡住 我看從這邊拆掉我可不可以直接看到那個外掉的電圈 這個英文字 英文字都朝上了OK拿下來 好像不能再拆囉 就只能拆到這裡 所以這裡面我們就沒辦法動囉 這裡面沒辦法動 這個可以拆嗎 感覺好像也是可以拆這個 這個感覺是有螺紋的嘛 好,試看看 大不了怎麼樣再買一個嘛 那就拆啦 但是要找一個工具 合適的工具 才能拆 這個呢 是塑膠件啊 塑膠件 所以 用礼儀錢不知道可不可以啊 我用礼儀錢試試看看 發揮精神 發揮精神 拆了吧 可以轉喔,可以轉喔,轉動喔 那這邊 這邊確實 有一個電圈 有一個電圈 髒兮兮的 髒兮兮的 有沒有 很髒 這個呢 有一個電圈在這邊 OK 好 感覺好像在動手術 你把這個橡膠也拿出來好了 來 嗯? 你在噴那袋子啊 有 看到啦 嗯 可以再拆嗎 啊 好像不能再拆啦 是不是 到這裡 但是這邊 就有一個 好像是 電圈 我講的是這個地方 好像 覺得還是可以拆耶 不知道要怎麼拆 OK 就暫時先這樣 好像不能拆了 可以拆的話 麻煩留言跟我講 那我接下來就是拿去做清潔 拿去做清潔 然後之後再來組裝回去 看他可不可以正常做裝 各位 打算用什麼 沒有來做清潔 才有啊 才有 其實這樣子 稍微 沖刷一下 蠻乾淨的 這一片 OK 這邊有個彈簧 彈簧 這裏有彈簧 有彈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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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有彈簧 放入冰箱 好,OK 那現在 我們來做組裝 清潔完畢 你看 清潔完畢 我們現在 來組裝 我們先組裝這一片 開動 作詞 好 開動 好 然後確定 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在上螺絲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那個 KEY 呢 放入冰箱 OK 接下來我們就把它裝回去 來測試一下 看它可不可以正常作動 各位 我已經把它鎖上去了 因為比較沒有什麼技術性 為了節省時間 我就先把它鎖上去了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怎麼樣 把油給加回去 把油給加回去 因為很麻煩很頭大 我們先來看一下 來看這裡 聚焦一下 看它會不會 這裡剛好兩個都拍到 看一下它會不會漏油 會漏油的話就冰果了 奇怪了 所以 難道是這個濾芯嗎 濾芯要換嗎 要換濾芯嗎 好 我等一下來換濾芯 這個奇怪了 來各位 濾芯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來開 看會不會漏 各位 見鬼 在漏了 有沒有 在漏了 在漏了 所以 最兇手是這個 兇手是這個 原來是你害了我 傷腦筋 所以呢 為了這個 我們拆了這個 還去檢查這個 還去檢查這個 竟然是這個 OK 我們來發動試看看 你看 成功 原來 原來 是這個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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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個是喔 有過禮服 有過禮服 害我 行動電影也掉下 OK 好 那檢疫 這次的這個 野狼喔 不能發 我們自己DIY 修復成功 那剛好我也要去驗車了 剛好 下個禮拜 我們就來去驗車吧 那 因為呢 我呢 有裝老郎館 老郎館有貼紙 所以 到時候 老郎館會不會驗成功 我也會分享給大家 OK 我們下次片再見 掰掰 我們來了 解釋 我們 擔心 看 我們 我們 過 我們